这部分主要是针对日期时间相关函数的应用 另外有介绍了一个Dedif函数 Dedif函数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可以计算年跟月 尤其是月份最难算 所以如果你懂得利用Dedif来做计算的话 其实可以省掉很多的麻烦 另外的话还有做一整年年历 另外最后就是自动化产生VBA 也不过自动化产生就是整个年历的VBA程式复杂度相当的高 所以我有把最后完成的程式放在云端白板上面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再去研究一下 接下来的话请各位一样 每次上课相关影片都在这个连接 每次都会贴的 基本上这个里面如果你们有相关问题 大家也可以直接在那个YouTube上面直接可以留言 那今天的话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关那个第五个 第四个单元 那个日期下来就是数学 那请各位一样开启这个数学函数部分 这个函数里面当然比较重要像上加总 其他还有像什么呢 比如说我今天要加总 其实上回想应该大家都会 所以这部分上应该比较没有太困难 可能比较会有困难一举就是什么呢 今天假如说我今天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比重 假设说我今天第一次月考30% 第二次30% 假设最后一次 40% 加总刚好100%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两个成绩相乘之后再相加的话 相乘两个范围相乘再相加的话 那这部分的话当然如果以传统的做法 用公式可能你就是等于什么 等于他的比重乘上他的成绩 加上他的比重乘上他的成绩 那你会发现如果你成绩多的话 那很麻烦 比重再乘上他的成绩 最后把他打勾 如果你要向下填满的话 那记得因为第11列的这个比重 向下填满来说不能改变 所以记得在11的前面加一个钱的符号 钱的符号表示说他固定就是第11列 他不会因为你向下填满 而自己加变成11变12 自己加1 所以这部分的话我就把11部分把它锁起来 那再来就向下填满 那我可以把那个月考的总成绩 加上比重之后算出来 可是你会想说 这样有点麻烦 如果栏数多 假设月考次数或平常考次数多的话 那这样要算很多次 每次每次这样子 这个成绩乘上这个成绩加上这个成绩 那如果说比较快的做法 其实你各位可以用里面的函数 那那些函数哪一个 具有两个范围相乘之后的加种 特别是要两个范围或者多个范围相乘之后的加种 那你就要想到在数学函数里面 一样找到上函数 特别是说 这个地方的话跟上有关的 有三米辅 三米辅 S 跟三波达 特别是说 这边的话如果你是多个范围 所以你会发现三波达里面会告诉你说 传为多个阵列或范围 就是要的这个功能 那按确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它这边array 1 实际上相乘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范围 乘上这个范围 最后看一下 84.4 OK 如果你把它取到整数刚好就84 其实就跟这个结果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刚刚那样的做法 假设你要多个范围 特别注意 三波达不止 不只是两个范围 如果你将来还有另外一个范围要相乘的话 那你有array 3 array 4 array 5 就很多个范围 最多可以有255个 不过我们就两个 但是因为等一下一样会向下填满 所以记得这边把这个11 D11到F11 按F4 按F4它会 其实就加钱的符号 但你要可以自己加 不过按F4好处就一次帮你加4个 那基本上我讲过就是说 如果你向下填满是裂号增加 那然然的话是向右哦 所以基本上我的习惯是 然的前面不要加 所以再按一下F4 其实就锁什么锁裂就可以了 F4主要是锁 预设好 第一下是然跟裂都锁 再按一下的话变锁裂 其实再按一下就变锁蓝 再按一下又取消 OK 所以F4它有切换 那基本上比较精确的应该是 只要锁裂因为等下我要向下填满 OK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并且把它向下填满 那我如果要取跟这边一样的话 我就取到整数好了 OK我把那个小数点去掉 那你会看到呢 这个 刚刚的这种做法跟 三部的做出来的结果 会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部分的话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试完之后 请各位呢再延伸出去 所以刚刚我们用方法一是用公式 方法二是三扣打 方法三就是用VBA 那VBA我们前面讲过了 如果你要快速的把结果直接输出的话 特别重要这边要做按钮 当然你按下它自动全部帮我把 一样的结果给显示出来的话 这个地方要怎么做 OK其实VBA就是按按钮 这个按钮的话对应到Sub 另外一种做法是什么呢 如果我今天不是按按钮 我希望怎么样 插入一个函数 可以制定一下 那那个制定函数的话 也要什么成绩函数之类 或月考函数之类的 那你只要给它月考的成绩 它给你最后的结果 这制定函数该怎么做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先试着怎么样 把这两个先做完 然后VBA部分想想看 有没有比较快的方法 这我前面我们也都讲过类似的 只是说你有没有办法很快的把 我们要的VBA的结果做出来 所以慢慢要慢慢习惯 就是说你以后工作的效率要提高了 那尽量就是说把你写完的那个 就也许公式吧 看有没有办法在这地方 直接就转换成VBA 那转换成VBA部分的话 这边可能要想一下 有没有比较快的方法 但最快的方法就直接丢公式 把那个公式直接丢到储存格 让它自动向下去跑个回圈 自动就可以产生我要的结果 OK 那当然比较复杂就是你先在VBA里面 运算完之后再把结果丢出来 所以方法很多种 可以想想看 这些我建议各位一定要熟练 就如果你要真的把VBA学好 并且能够应用 记得一定要熟练 因为很多人好像很多同学 常常会问说 老师为什么学那么久还是不会应用 大部分原因应该都是你不够熟 如果你够熟的话 其实你真的很快可以把你要的那个程式给打出来 很多同学可能回去没练习的话 不够熟 我就自然就会常在想说 这个按钮从哪边开始 有时候都卡住了 所以尽量还是除了 也许很多同学都会 而且应该都有 都有印象 但是就是做不出来 可能熟练度部分 大概就是要加强 OK 那试一下这VBA 所以 那我们这个课程重点 第一个了解一些 可能比较高阶或含用的函数 第二个的话 就是再提升到VBA的这个level 就是向上提升 同样的概念 有没有办法马上把它转换 那尽量就是函数跟VBA 是一个无缝接轨的状态 OK 这两者之间 也许你已经会用一些公式 函数 但也没办法再提升 一个未接到VBA 这个我想是更重要的 要真的能够提升起来 一定要熟练 真的不熟练 真的要把它拿来应用 恐怕是有问题的 所以很多同学问说 为什么不太不知道怎么用 因为你真的不熟 所以如果我刚刚讲的东西 讲完了 程式也写出来了 那恭喜你 你以后应该就知道怎么用 但如果讲完了 你还在那边思考 那怎么做 然后等着我的答案的话 那可能 你以后就会不知道怎么用 因为你不熟 其实程式很短 三行程式就搞定了 只是说你要够熟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数学函数的单元 里面有个数学函数的范例 先打开来试试看